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学生改篇歌词为学校筹款 感动原唱者吴启贤 立刻捐献1万令吉 用爱扶持 帮助学生实现愿望 这首北威南日新中学校文社 改篇的歌曲是吴启贤的 只爱一点点 他们把歌名换成只需10块钱 交由该社主播吕恩惠演唱 并在三天前上传到社交媒体 为学校争取一人10令吉的捐款 只需那么多 只需10块钱 只是学校一步一步 不停望向前 不需那么多 只需10块钱 让爱扶持一步一步 使我们梦实现 本包教后也将这个演唱视频 过上光明官方脸书 短短三小时之后 就获得乌启贤的关注 并通过本包高级经理宣布 捐出1万令吉给该校课外活动基金 希望能够起个带头作用 引起更多人关注 威南日新的需求 消防表示 这个演唱的视频放上网之后 包括乌启贤的捐献 在三天内就筹到了3万令吉 来换个新闻 人产业部长郭肃庆 为了推广大马中油 而提倡大马人一天喝一瓷红中油 不料却引起网民的嘲弄 当我在推这个红中旅游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没有听过 什么就是红中旅游 很多人也不晓得 维他命运都过开呢 其实是从中油体炼出来的 这些很多基本的样式 我们都不懂 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一连串 全国性的这一个 对中油的这个认识 和热爱的这个运动 最终的目的是 全体马来西亚人 每逢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内队部长 都起来挺这个 把来西亚的这个中油 而我们也要确保 我们的这个中油的 这个业者 能够自力的去使 我们所出产的这个中油 都是符合 苏庆今天配合 C蒙执政一周年 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网民调侃他 嘲笑他 还把他的照片和恐怖娃娃 某某放在一起 使用各种抹黑的手段 他说他不会因此而生气 也不打算追究 而是用正面的态度 接受这些批评 更何况这些批评 反而激发了更多人 对红中油的兴趣 让他能够借这个机会 更好的宣传这种油的好处 他强调 医学界已经认同 红中油的营养价值 一点也不输给橄榄油 不过他也劝请大家 不要像他那么笨 用橄榄油来煎鱼 红中油其实就像橄榄油一样 可以直接拿来喝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会 引用Hooking Sport 让您找回健康 好处是 舒缓便秘 减重 帮助提升运动表现 控制和降低血糖 助于肌肉发展 降低胆固醇 增强免疫系统 加速新陈代谢 助于提升身体续航能力 延缓骨质流失和关节疼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